我是鄧家彪 今次已經是第二屆去擔任立法會議員 2003年加入工聯會 2007年開始區議會 2012年加入立法會 不過是勞工界工人組別 我們有一個家規 就是做一屆 對我們有很多發酬都盡力去做 坦白說自己的表現都可以 其實回顧過去這麼多年 你參與過這麼多次的選舉 有成功的 亦有不成功的 那你自己的心路歷程是怎樣 尤其是見證著議會的變化 和整個香港社會的變化 第一人早就贏輸 每一次經驗都是歷練 尤其失利之後 第一你更加深刻會檢討 可以怎樣做 第二你才認識到 誰是你真正的朋友 但是有些遺憾 就是如果我16至21年 坦白說都是香港很風雲 立法會很多大事件的時候 如果我在立法會就好了 我希望可以有個好的社會效應 將一些不對的東西 誤導的東西說清楚 現在你問我 我就很集中是真的做民生 再回來議會 見到取消對象 由一二年開始 社會高度關注 到真的上到立法會是2022 到2025C生效 再回來議會 我覺得爭分對面的感覺 比之前更強 整個香港社會 怎樣可以做事做得快些 做的過程也都市民 感覺到是受惠和有參與 其實你長期都關注勞工和民生的議題 現在見到九龍東 我們說有三座大山 包括醫療、交通和貧窮 在這一屆的任期裏 你自己最大的目標是甚麼 怎樣去解決或緩解這些問題呢 經歷第五波疫情 底下你會發覺這個是很迫切 而且醫療已經不是說我怎樣救治 而是譬如中西藥的結合 預防性質 以至去到基層的保健 尤其是人口路化 這些不是小問題 我舉一個例子 政府是否可以為所有獨居長者的公屋 廁所加扶手 現在很荒謬 你出現意外 醫生推薦了才幫你裝扶手 為甚麼不是倒轉 放一個扶手在這裏 就預防意外 那你會減少醫療支出 疫情一定令貧窮的問題更加迫切 最誇張的都是住在龍屋狀況的板眼房 其實真的只有50呎 放到張床就甚麼都沒有 跟我們說老闆不可以叫他開工 因為他確產 那裏連地址都沒有 政府那封隔壁令的信都寄不到 他都不知道怎麼辦 所以可能對藥物對檢測 甚至對其他食物的支援的訴求很大 他說想吃二手飯的機會都沒有 因為出不去嘛 你必須幫助 但這就是正正反應 其實很多市民是守法的 就是他會有一個責任感 我知道自己出了事 確診了 不離開房子 希望盡一分別的訪問 社會的素質是很好 我們怎樣把這麽好的素質 繼續做好些發揮出來 又對這些比較弱勢的市民幫助多些 再出發 意思是把我們的隊伍徵召 甚至再擴大 一起行 阿彪今年42歲 給我一點時間 和大家一齊見證著香港再出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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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